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人怀疑她在悄悄秀恩爱 当时有朋友留言称公开 并付上爱心的表情 似乎一早已知郑心仪拍拖的好消息 郑心仪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调侃道 不准不公开爱我 就在网友们议论纷纷之际 有知情人士向港媒爆料 郑心仪确实迎来新恋情了 新男友比她大四岁 名叫Derek 是一家花店的老板 曾在国外留学 她在情人节当天收到的那束花 正是男友送的 港媒还曝光了男友的正面罩 小伙子五官端正 打扮时髦 外形跟郑心仪颇为合称 为了了解详情 记者打电话联系了郑心仪的唱片公司 对方表示 我会跟心仪说 不帅气不高大不要选 谢谢大家关心 讲真的 郑心仪一直渴望早点结婚生娃 真的有新恋情也不意外 当然了 是真是假 还是要等她本人亲自回应 郑心仪是知名影星郑少秋与沈殿霞所生的女儿 可惜郑心仪出生没多久 夫妻俩感情就破裂了 郑少秋与沈殿霞离婚后 火速在婚并生了两个女儿 尽管她没跟沈殿霞闹翻 但始终有了新家庭 没办法时刻陪伴在郑心仪身边 导致郑心仪从小缺乏父爱 妈妈去世后 郑心仪独自一人生活 这让她倍感寂寞 很想组织属于自己的家庭 之前受访 她曾自爆喜欢有内涵的男人 虽然自己身材肥胖 但从来没有被男友嫌弃过 她笑颜不怕胖妹找不到男友 因为有人喜欢吃排骨 也有人喜欢吃五花奶 为了尽快找到另一半 她不时跟异性约会 她认为择偶就像买鞋子 一定要试一试 考虑到现实问题 郑心仪推算过自己生娃的时间 她坦言即便遇到对的人 也要时间谈恋爱 见家长 婚后还要过一阵子二人世界 最快36 37岁被孕 预计38岁才能生娃 在沈殿侠去世之后 郑心仪继承了巨额财产 无数人害怕会有人因此接近她 沈殿侠为了弥补女儿 不能再完整的家庭成长 对郑心仪非常宠爱 她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山珍海卫下长大的 每天早餐吃鲍鱼 穿漂亮的衣服 住豪宅 但即使如此 她还是不满足 因为她缺少父亲的爱 后来有一次 郑少秋突然出现在郑心仪面前 沈殿侠看到女儿非常开心幸福的样子 她开始慢慢释怀了心中的怨恨 还开始感谢对方能让女儿这么开心 郑心仪是幸运的单亲子女 因为她有一个爱她胜过一切的母亲 沈殿侠是女儿超过了自己的一切 她不想女儿被父母的事情影响 所以她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说过郑少秋的坏话 甚至不反对女儿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接触 还让女儿教官金华阿姨 多年后 在沈殿侠的追悼会上 邓光荣质问郑少秋 第一 为什么沈殿侠生前住院她一次都没去看过 第二 追悼会上很多郑心仪的书拜婶婶说以后会照顾她 为什么郑心仪日后要靠这些书拜婶婶照顾 她没有爸爸吗 对此 郑少秋的解释是 沈殿侠生病期间 每次有人去探望她 她都要打起精神接待 自己不想沈殿侠辛苦 所以不去看她 至于对女儿这么多年 不闻不问 是因为她的婚姻失败 没法照顾女儿 亲友和外界对她作为父亲的责任有所非议 但郑心仪恰恰很看得开 当父亲在追悼会上被外人质问时 她站出来解围说 追悼会是表达对母亲的追念 不应该被其他事非影响 自己家人明白她的心意就可以了 这番话同时也维护了母亲的体面 2015年 大时代重播 郑少秋被媒体曝光多年来拍戏 投资 炒股有成 默认有4亿元身家 但她的钱都攥在老婆关金华手里 郑心仪是一点也分不到的 最穷的时候 她的银行户头上只有26块钱 从父亲这里得到的辅助 基本为零 而她的青春期 高频关键词有两个 一是身材 二是感情 2004年初 我的减肥日记之前 她曾下力气减过肥 一年报瘦72斤 结果两年后回加拿大上学 因为失恋和暴饮暴食 又没人督促减肥 她的身材迅速回弹 被修身堂的老板张玉山放弃 丢掉代言 母亲去世之前 她交往了一个老外男友 男友没有正经工作 以她当时21岁的年纪 没有驾驭财富的能力 所以沈殿霞在遗嘱里交代 由陈淑芬以及无解沈伟霞管钱 女儿不能擅自动用 但有爆料说 她在母亲去世后 似乎动了歪心思 变卖遗产 倒贴男友 不仅沈殿霞的各种手势不翼而非 还卖掉保姆车 解雇司机 套现约20万港元 然后拿着钱 疯狂购物 一直到2014年 郑心怡才学会过日子 她加盟肖定一的娱乐公司 跟张智霖成了同门 签约后她的收入开始稳定 一个电视广告 就可以赚30万 次年 她还开始分享省钱秘籍 买日用品都要先比价 吃饭不再抢着买单 学会跟人也制 助手用公司派的 没事也不出去逛街了 专注工作后 郑心怡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她以前说过 母亲自小教育她 要有买砖头的理念 现在她大概能理解了 她曾给妈妈写过一封信 说自己一定会做个有用的人 现在也兑现了 而她的那个外国男友 两人似乎无疾而终 并没有什么下文 下一段感情 就是难归密许停坑 两人相识超过十年 不少人都觉得 他们非常相配 应该早早领证在一起 对此 当事人却都是一副 打太极的样子 没否认也没承认 然而 就在大家期盼 郑心怡有个美好爱情的时候 她本人已经跳过了这一步 开始期待小生命的降临 去年年初 郑心怡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根厌孕棒 虽说厌孕棒上的内容 并未显示她怀孕 但似乎也预示着 她正在朝这样的目标努力 当时有不少网友调侃说 莫不是她想要跟自己的 好闺蜜谢婷婷一样 当个未婚妈妈 而在厌孕棒之前没多久 她曾在社交平台上 晒过自己和一位男生的亲密照片 不少网友都担心 她会被骗走母亲的遗产 毕竟 当时距离她继承遗产 只剩一年左右的时间 不过后来这件事 倒也不了了之 近日 34岁的郑欣怡出席活动 透露自己从去年年底 到现在两个月的时间 急速瘦了18斤 减肥前 她的体重高达180斤 现在大约在160斤左右 为了减肥 她特地生同饮食 而减肥成功 也让她有了更好的心态 以前 她时不时在直播间痛哭流泪 给人很颓废的感觉 但现在的她变得积极乐观了很多 就算在家 自己也会精心化妆 穿上漂亮的衣服 打扮自己 她也感慨地说 这样子人会比较开心 终于像个人了 整个人的感觉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郑欣怡现在是双喜临门 不只是减肥成功 再过两个月 她就能继承肥姐的巨额遗产了 据说 这笔巨额遗产高达八千万 她即将成为一个又瘦又美的富婆 家里的门槛 估计很快就会被求亲者踏破 去年八月 她曾对媒体透露 自己恨嫁 希望生儿育女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还说 单身超级不开心 因为在前面35年的人生中 都充满了不安全感 她对家庭的渴望 也比一般人更加强烈 但过往的男友都没有给到她足够的安全感 那些人不是骗财骗色 就是误会她有第三者 然后抛弃她一走之了 她的情感之路颇为坎坷 几乎复制了奇母的经历 但此后 她的情感之路应该会比以前顺畅很多 前就是她最大的安全感 有了那八千万后 她应该不会自卑 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缺乏安全感了 但相对的 她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会随之提高 以前交往的那些男友 应该再也入不了她的法眼 即使回头找她复合 她应该也不会答应 上月月底 沈殿霞过世14年忌日 郑心仪一如既往发文怀念母亲 同时 她也透露了自己的心声 称很希望有个像母亲一样 不管她做了什么 都对她不离不弃的男人 其实 她的内心是矛盾的 既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又害怕自己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希望她能够擦亮自己的眼睛 努力辨别 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